那你也想过好日子 就要与人结善与 一生不跟任何一个人结缘 这叫真因修行 修行就是在顺境里头 善缘里头 不深 贪爱 在逆境里面 卧缘里面 不深怨恨 永远保持 清净平等觉 这真因修行 对一切众生 都存保恩心 细心去思维 去观察 所有的人 对我的永恒 自己的境界 提升了 过去是一种 生生世世的业障 逐渐逐渐 解冻了 化解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 也当统统清楚了 那么过去这些人 都变成 有缘人 佛不渡无缘之人 你成佛 一定先渡 有缘人 统统是有缘人 平等的度 阳无要尽 阳无要尽 阳是果 我是阴 不善的阴果 要尽 不然呢 就辗转其中 累积难处 难得 解脱 痛不愧 我们看 年老的诸集 让我未尽 总不得理 让火也 罪也 罚也 俗族之让我 未能尝尽 这 比 辗转 我去 无有 出气 痛不愧 换句话说 决定有果 你造的意 要想没有果报 这不可能 那么最好的方法 是你 修行 正的 菩萨 过会 遇到这些 冤情 债主 自自然 然 还命 还债 在中国 过去 暗时高 给我们 做出 榜样 暗时高 跟中国 有缘 汉朝 这个地区 叫 安息 汉朝 时候 叫波斯 现在 叫伊朗 名称不一样 是一个地方 汉朝 那时候 他是 安息 国的 太子 他父亲 死了之后 他继承 王位 坐了半年 把王位 让给他的 叔叔 他出家 修行 房号 加石高 悟到之后 到中国来 传教 是早期 翻译 今天 翻得最好的 一位法师 安息 高 翻得一 就像 舅母 落实 一样 他不用 执意 他用意义 非常 适合 中国人的 口味 都喜欢 看他的 一本 传记 高僧传 写得很清楚 他在中国 还过 两次命债 而是 钱是 误杀的 不是有意 误杀的 那么 这一项 还债 还是误杀 他被别人 误杀 他有神通 告诉他的 同伴 今天我会出 事情 官府里头 要查问 要告诉他 这是 渊源 想保 不要 除分 这个人 他没有 罪 他是 无上 你看 怎么样 造的 还是 怎么样 的 还 没有办法 躲避的 真正明了之后 才知道 完全是 自作自受 与任何人 都不相干 那 如果我们 有个念头 这个人 对不起我 那一种 事情 对不起我 这错了 行有 不得 翻求 助击 是对的 过时 决定在自己 怎么可以去赖到别人 那是 罪上 嫁罪 抱得更重 我们自己能够 冷静思维 把自己的问题 找出来 决定不怪罪别人 自己 纵然造成罪业 罪业会减轻 重罪 轻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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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